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经理你好 今天我真的很开心又来到我们卷宅社访问我们总经理 其实经过前面两集的播出之后 其实我内心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我这边直接了当问一下总经理 您现在还是我们卷宅社的CEO总经理吗 是 我现在还是 而且还在坚守岗位当中 是 非常非常好 总经理讲的 回答的非常非常肯定 好 4月7号 就去年的4月7号 理事会就已经把你解职了 是不是 是 把你解职之后 他们的相关动作有什么 作为又是什么 好 谢谢 我来这边稍微说明一下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那也请大家能够听我细细的说明 去年4月7号 23届第一次的理事会 就把我解认终止 也要求在今年的12月22号 腾空总经理事归还若不拒 不迁离 就为委请律师来吹告 事实上律师已经来吹告了 限定我两日内要搬离 复以刑法306条 无故侵入建筑物罪移送法办 及携请警察机关来排除以劫 我针对上面这些动作 我说以下的说明 第一个本人是110年12月29号 第22届第14次的理事会 推选出来的总经理 而且我也跟合作社签订 合约一任两年 从去年的1月1号到今年的12月31号 然后也有经过内政部 110年的3月18号的韩文 及111年的3月25号 社员代表大会 合并同意在案 我在这边先说明 我的立场跟定位是没有变的 第二点我要报告的是 111年4月7号 23届第一次理事会 违法通过 终止本能的总经理执事 经内政部 我们的主管机关 在111年的4月21号 4月27号 5月27号 7月6号 7月7号 即于10月12号 11月18号 等多达7字公文的韩文说明 无法律自由 不得内意推翻全界理事会的决议的规定 确认本人还是总经理执 无误 这些公文呢 这是六四韩文 我这边会整的 甚至于 唯有监察院的韩文 也在那里说明 本人是总经理一职 是无误的 甚至 我也围起我本人的律师 向内政部韩文也说明了 我是总经理也是无误的 针对以上我所讲的 我会 在坚守我的岗位上 行使我总经理的职权 以及职务 甚至于本人 已经向台湾 地方法院提起确认 总经理委任关系之诉讼 而且还在诉讼当中 我在这边重申 本人将依法 依约继续执行 法律上的效率 仍存在的劳动企业与关系 若 李世卫 任意物质本人 有刑法306条 无故侵入建筑物质罪 人属于 刑法第160条第一效的无告罪 本人将依法追究 李世卫 相关人员是犯罪行为 以为物合法的权益 以服法制 是 您刚才讲的非常清楚 内政部韩文 他就是合法的总经理 那我们理事会 为什么 就召开这么一次的理事会 是去年的4月1号 就把他解职了 而且还直接韩文给他 要他即刻的搬离 总经理现在位置 是不是 对 好大的官威啊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才好呢 那刚才总经理他也出示了相关CEO的合约 合约 那这个合约是两年的合约 白纸黑字在那边 他上来不到三个月就要把他解职 这个到底是什么地方 那我看只有理事会可以解释了 好第三个问题我想请问您 您从头到尾受那么多委屈 4月7号到现在 八九一月过了 是 那你的相关的心路历程 而且还有你的一些想法 会是什么 您可不可以简单的大概讲一讲 是的 这段 我还要稍微再说明一下 既然 我已经经过 22届理事会 而且我跟合作社签了契约 也经过去年110年3月25号 声援带友大会 何可 在岸 以及内政部的 韩文何妇在岸 所以说我一定会坚守我的工作岗位 尽到我总经理的职责和权利 虽然这段时间 他们不断给我很大的压力 但我要心里想 我到底跟理事会 有多大的仇恨 而且理事会这些人 理事 都是我们的前后局学长学弟 我也对他们并不熟悉 难道对我 有那么大的仇恨吗 硬是要把我拿下来 其实我只能讲 应总经理 是我插一句话 我只能讲 是不是因为你上来之后 发现了相关的问题之后 他们想要把你赶快拉下来 原因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说我希望法律 能够还给他们的清白 他们的清白 一切就靠法律去执行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 其实这也是我的疑问 28号 我来这边来看了他们召开理事会 其实让我觉得 蛮大的疑惑是说 坐在总经理那个位置 是另有其人 那这一个人 是怎么任用的 是谁任用的 他们 有那个权力能够任用吗 这个你是不是可以简单说明一下 好 110年4月7号 第二十三届理事会 他们召开第一次理事会 当天就把我解任 另外派我的特助 来代理总经理 这是我要特别讲的 我跟合作社签计的是 一任两年的契约 这个代理总经理 他并没有签契约 他只是我的员工来代理 是不合法的 所以说 今天的位置上 理事会 如果说 一直 以他们违法 来把我解任 解聘 在我认为 反而就不合 在法也降不过去 而且 我的经纪人的诉讼 还在执行当中 这个 当初他们委任你当总经理 而且也相关的这个 这个总经理的两年的契约 签好了 对不对 是 那表示这个契约是生效的 而且现在 刚满一年 是 但是你4月7号 去年4月7号 就把你解职了 那你还有 后面还往后一年 是怎么走下去 我不太理解 那这些人 他是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 他们是想要做什么 我更不知道 那其实最终啊 我的答案就是说 还是由我们的所有的社员 所有刨责 你们去想 最后还是交由司法去处置 我想司法一定会 还给你清白的 我再补充一下 我是跟22届理事会 的理事主席 代表合作社 跟我签订的合约 这个合约 还在履行当中 不是说你23届 的理事会 就可以毁掉这个合约 在程序上 他还没做完 第二个 我既然是总经理 我一定会在工作崗位上 继续执行我的工作 我又为了我们全体社员的福利福祉 保护我们的社产以及资金而努力 谢谢 这样是对的 这样对的 其实就那么巧 我就是22届的理事 22届理事 我们应总经理经过临选出来 这是完全合法 他上任不到三个多月 不到四个月就把它剪制 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天理的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后面的发展如何 我还会继续追下去 大家放心 好不好 谢谢应总经理 谢谢 以下是监察院内政部 韩文应总经理职务存在的相关文件 请参阅 欢迎大家踊跃订阅800温馨家族 并请联选小铃铛 选择全部哦 谢谢大家 请继续收看续集